台湾金钟市帝龙兆华一前出世 享年68岁 9月17号 龙兆华的家人开放灵堂 供亲友吊宴 龙兆华生前人缘甚广 一众明星好友都有到场之爱 包括温星豪 蔡黄宇 李里仁 曾佩慈 导演魏德胜等 曾经与龙兆华传过非文的 金马影后杨桂媚也有到场 提起老拍档离世 也感到相当恶然 台湾名嘴于美人也有到场向好友作最后道别 接受访问时也有提到和龙兆华生前相处点滴 当时他问我怎么跟孩子相处的时候 你当时的我其实也没有能力可以回答什么 因为我自己还没有这样的丰富的经验 所以我就介绍了这些专业的书籍 跟课程给他 他后来每一次看到我都谢谢我这件事情 这个这么念旧或者这么重感情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让我非常感动 所以后来我跟他一起拍了一个电影的时候 我们俩演夫妻 我还250个 他说龙哥你觉得我演的怎么样 他说 你非专业演员里面你的演技最好 其实非专业演员里面就我一个 所以我就说他真的很可爱 9月18日 灵堂正式开放被公众影迷凭钓 而大约早9点 贾正文低调到场 他在地下灵堂向龙兆华的相片双手合十致意 逗留大约五分钟就离开 贾正文事后回复传媒指跟对方认识很久 感谢龙兆华对他们后辈的照顾 也带给他们很多美好的回忆